第一步先是讲了林书豪的防守策略与意识 第二集就是分享了林书豪的进攻技巧与基本功 但上述这些都是属于个能能力的展现 篮球最有趣的地方 就在于它是需要五个人共同合作的团体运动 因此战术的设定与教练的整合必定也是赢球不可或缺的一环 今天JB跟你一起看篮球 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高雄钢铁人常用的战术有哪些 而林书豪就是怎么运用这些战术去做攻击 去发挥自己的阅读能力与攻击技巧 那马上就来解惑第一集提到的拳头战术 林书豪高级拳头的暗号就是要打战术FIST 而这个战术就是由两个挡拆掩护为主体去做出变化 高雄钢铁人的拳头战术就是以这张战术榜为起手势 那来对照比赛画面 这个瞬间就是这个战术的起手势 由两位球员设立两道掩护的高位双挡拆启动 接着林书豪跟第一个掩护打完手地手挡拆后 马上往第二个掩护点再打一次挡拆 接着就是考验林书豪的阅读功力 但这里我们马上就暂停一下 同时也来考考大家的阅读能力 顺利闪过第一道掩护的宋雨萱 在第二道掩护完全被挡下 跟第二道掩护对位的阿滴诺 选择内缩再进去不出来 两只战术设定拉开空间的底角射手完全没机会 如果你是林书豪 你会怎么做决策呢 这里先卖个关子 影片最后面再来解答 看看你的答案是否跟豪神一样 那我们再回来继续看林书豪怎么玩这个战术 首先这个高位挡拆启动 不是随便两个人都可以来打 他要攻击的点是第二个掩护者 所以他只会悟空跟吕正如交换位置 就是为了可以点名攻击身材相对矮小的红之扇 接着若未完成 第一个掩护 曼尼高先是走Under 持续连着林书豪 接着第二个挡拆 红之扇并没有要换防 孙世姚下滑把戴维斯带到禁区 曼尼高继续走Under来绕掩护 聪明的你应该猜到林书豪会做出什么选择 就是直接拔三分投射 这是正确的选择 只是没劲而已 再来这球也很有趣 明明双挡拆都占好位置了 但林书豪再次指挥吕正如跟铁米换了前后位置 因为如果不换 林书豪就会在越过两道掩护后遇到戴维斯 而这个换位置的结果呢 就是有机会点名到相对矮小的红之扇 那让我们再仔细看看曼尼高这次的选择 上次直接走Under 但这次选择靠上去后 用转身的方式往下走继续追防 但红之扇似乎不知道曼尼高的防守选择 直接换防出去对位 苏豪当然做出正确的选择 直接切入攻击篮筐 让转过身来不是遇到苏豪 而是遇到红之扇的曼尼高 只能从后面补上犯规 再来这两球是类似的画面 一样是Fist的双挡拆起手势 虽然都没有点到可以错位攻击的球员 但弹数的最后 对手都同样选择沉退防守 凝书豪就是可以用各式各样纯手的基本功 去拆解对方的防守选择 不管是用脚步与节奏的改变来创造上来的空间 还是用稳定的抛头技巧来得分 统统都难不倒他 那情境再次转换 如果对方才用换防且往外对位呢 看看这个瞬间 是Artino对位到林书豪 那钢铁人一定就会有一个洋将 是对到本土球员 这里泰勒做了一个很好的换防 让宋雨萱去外围还原 虽然也是对到洋将 但至少不是对到高个 这时候 输豪的头脑相当清楚 他绝对不会硬打 而是把球丢给得到错位机会的甜蜜来处理 甜蜜的突破吸引了两位洋将的协防 成功创造了温德的机会 再来这球 新北国王面对到拳头战术的防守选择相当有意思 第一个掩护点 对位的戴维斯也理解对手的战术 他知道自己在高位完全没意义 因此直接内缩在禁区 当林书豪打完了双挡拆后 第一线有人对位后方也有戴维斯 完美的站位与设定 新北国王成功拆解掉钢铁人的拳头战术 但林书豪重新再叫了一次掩护上来 马上就造成对方防守交代的失误 轻松创造出投射机会 现在篮球的战术 大多都是一个起手势 然后靠球员的创造力 去阅读并拆解对方的防守策略 而不是死板的跑完一整套战术系统 那讲完第一个战术 接着就来解答第二个钢铁人很常使用的战术系统 当你看到林书豪的手不断在翻转 就是要打with pick and roll 而这个战术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个起手势 就是外围三个球员互相手递手传球制造混乱后 中锋上来跟持球者做挡猜攻击 但钢铁人最常打的with pick and roll 并不是这个基本款 而是龙哥改良过的版本 虽然电视画面拍到的龙哥 不是在灌龙骨汤就是在听书豪讲观念级战术 但事实上 他改良过后的with pick and roll 可以说是荆州勇士版本的电梯门with pick and roll 那马上就来看看改良过后的版本怎么打 一样先是在湖顶的三个后卫封线先手递手传球 看对方有没有交代错误的机会 不同的是两只内线不再上去跟持球者打挡猜 而是落位到同侧边勤开单侧的进区 接着就是开后门攻击篮框 连续两球一模一样的战术走位 而且一样都是做给林初豪 就是在利用他优异的无求摆脱能力 并且利用他优异的篮框完成能力来拿下分数 一样的战术再看一次 三只后卫先手递手挡猜 轮转制造混乱 两只高的在同侧禁区拉单边 轻开单侧空间 但这次苏豪不在场上 改主打羊将悟空 让他可以借由战术轻松得到开后门的机会 那讲到这里 你一定会好奇 苏豪的电梯门在哪里呢? 这里先让大家看一下 勇士的电梯门战术长什么样子 他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执行方式 但概念就是射手从两个壮汉中间穿过后快速关门 帮射手创造出无人绑手的投射机会 那龙哥是怎么把电梯门的元素融入with big and roll呢? 看看这球战术启动后 Atino已经判读出钢铁人的战术是想要开后门 因此直接站在球线上 不让林苏豪可以开后门轻松上篮 而这个瞬间相当经典 这两只羊将就是两道门 林苏豪从中间钻过去后 两只羊将马上关门 这就是荆州勇士经典电梯门战术的精髓 可惜这球关得不够漂亮 但战术仍是可以持续延伸 两只内线迅速拆开 拉开对方的两只内线协防者 苏豪聪明地借由金山的脚步往反方向攻击 再次成功创造两分球的机会 这样经典的画面 我们马上借由现场的视角 来让大家欣赏一下 同时也可以只有这个画面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战术 就是可以绵延不绝的创造机会 那这里马上就再举一个对照组 一模一样的战术启动 两个高位拉单边有悟空攻击 而这球的强身跟上一球的Arteno一样 其实已经看穿对手的策略 并且站在无球走位的球线上 当悟空下滑没机会后 并没有像林书豪一样去穿过电梯门 而是选择拉回来 要求做对位攻击 对于同样的战术设定 悟空跟林书豪的进攻抉择完全不一样 这没有绝对的对错 但林书豪的选择是可以善用场上所有人 来吸引对手创造自己与队友的机会 而悟空的选择只是利用个人能力来做单打 确实他是错位到本土球员 但只要他没打进 场上其他四个队友 就是看着你表演后跟着你折板跑 我不敢说龙哥的战术含量有多高 也不敢说俗豪的战术执行与理解能力有多棒 但就场上的画面来看 俗豪的到来 确实是可以利用他对于篮球的理解 与扎实的基本功 把理想变成现实 同时也造就出现在的高雄钢铁人 这也是为何他一来到钢铁人后 就可以让整支球队脱胎换骨 那放眼望去全联盟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单防舒豪吗? 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只是教练要找到适合的人选真的有点困难 而且这些人选还必须要有良好的防守纪律 那首先你就不能派国豪来对位舒豪 就算国豪灵活性够好且脚步判读精准 但身高的硬伤只要舒豪往里面走 国豪就是只能赔上犯规 所以要先选择身材高大且灵活的彻翼球员才不会吃亏 像是190公分的郭少杰或者接近200公分的伊波卡 就会是不错的选择 看看这球郭少杰就守得很好 不管是绕掩护或者是对位对抗 他的身材是可以持续造成林舒豪的困扰 但身材对了 我们下一个要考虑的就是防守纪律 看看这球郭少杰相当漂亮的拆穿林舒豪的假动作 完美踩使他的进攻路线双手举高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都把他守到死球了 为何要下手呢? 只要你下手去拨 第一排没有拨到球 后面就是换裁判举手了 让我们放大放慢再看一次这个防守 前面的跟防还有守护动作都很漂亮 但问题就在这里 郭少杰的左手下去跟持球者纠缠 在球权还在数好手上的情况下 这样下手就是把命运交给裁判去决定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伊波卡身上 良好的重心与小碎部对位持球者 几乎把所有切入跟投射的机会都断掉 但你却下手去做横跃身体的操球送对方犯规 这些就是所谓的防守纪律问题 那你说用羊匠来防守舒豪行得通吗? 我还是回归根本 如果没有好的防守意识跟纪律 防守的成效不会因为肤色而改变 因此比起曼尼高的防守成效 我觉得杨靖敏的防守更好 看看新北国王的士官长 是怎么用大脑来防守对手 这球舒豪跟悟空挡拆后 杨靖敏使用了换防 快速用小碎部去切断林舒豪顺势走右边的路线 逼迫林舒豪必须用背后运球来改变角度 这时候仔细看 杨靖敏在逼迫对手停下来后 他的重心没有浮起来 而是用他的小碎部扎实地执行他的计划 逼迫林舒豪只能走一边 并且持续在旁边干扰于对抗 不轻易起跳成功手下林舒豪的切入 再来这球也是一样 林舒豪一接到球后 杨靖敏马上调整站位 来逼迫对手只能走一边 当林舒豪下球后 他扎实地用小碎部跟着 左手触碰对方身体 右手举高给予对抗跟干扰 当林舒豪收球后 杨靖敏马上再次调整站位到正前面 手举高不跟林舒豪的持球手去纠缠 再次成功手下林舒豪 看看敏哥高达39岁的高龄了 还是可以把这些防守脚步做好 而且用正确的防守选择 逼迫林舒豪只能走一边 大大限制了林舒豪精震的脚步技巧 可惜敏哥身为球队的主力攻击手 年龄又比较大 不会是教练的大索首选 不然年轻5岁的士官长 绝对是林舒豪终结者 那这里还要再补上一位 我觉得最可惜的球员 李嘉瑞 200公分的身高 风险的灵活性 具备了所有成为超级大佐的奥人天赋 看看这球 林舒豪已经使用浑身解数在摆脱他了 李嘉瑞也是可以用身材天赋 去干扰林舒豪的出手 让他投了一个大面包 这球也是一样 林舒豪明明已经完全突破他了 李嘉瑞仍是可以用他可怕的臂展 从后面补锅 这球要不是前面的防守观念不好 却拉了林舒豪 后面这个补锅真的是超级干净的大火锅 而可惜的部分就在这里 明明他有成为下一个甜蜜的天赋 但看看这些防守细节的缺陷 不必要的犯规持续出现 让他无法发挥他的身材优势 而在进攻端的细节雕魔也不够 使他无法得到充足的上场时间 去磨练精进 也让这块普玉难以撑大气 那再回到高雄钢铁人的阵容名单上 陈又伟与王玉祥是两位最常被我拿来当对照组的本土球员 跟林舒豪对比起来 他们的细节基本功一定是天差地远 但这样就要说他们很烂吗? 绝对不是 相反的 他们是最有机会做出跟林舒豪一样动作的球员 才会被拿来比较 同时你也必须给他们机会去犯错跟学习 还记得我影片开头前考考大家的题目吗? 拳头战术启动后 宋雨萱被第二道掩护挡下 但第二道掩护对位的阿迪诺 选择内缩在禁区不出来 两支战术设定拉开空间的底角射手完全没机会 如果是你会怎么决策呢?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会选择拔三分或者中距离跳投 而我们的好神答对了吗? 是的 你没看错 他解题错误做了错误的抉择 面对成退的防守 他不断运球压缩彼此的空间 还穿了一个不及格的传球发生失误 前两部影片剪辑了林舒豪的优势与能力 并非是要神化他 而是要藉由他的优点来点醒台湾可以更进步的细节 篮球是一个不断在尝试失败及错误的游戏 而进步的捷径就在于你是否勇于面对失败与挫折 看看这球 林舒豪在防守端弄了人被开了后门 明显犯了错的他做了什么反应 举手承担 向队友示意自己的问题 然后下次改进 这就是学习与进步的过程 或许现在台湾蓝涵真的退步很多 但我不觉得下一个黄金世代不会再次到来 我们可以笑他们投不进 也可以笑他们上篮放枪 但当他们跌倒后勇敢的再站起来 我们同样也要给予相对应的掌声 认真感谢林舒豪为台湾蓝涵带来的冲击 期待台湾蓝涵能够重新登上国际的步调 好的那林舒豪的系列影片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 喜欢什么类型的题材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 今天 等等 我们下支影片的 allez 我们下支影片 先多留意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